大家好,我是艾圆笋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城市巡游 第一集 138-143 神迹狂言凌云霄清泉 白买与月光风雨一乡人 每千丈万能流水叮咛醉客与狼的相遇 日期视频我们来收集城市巡游 第一集的六的成就 我们需要一个风阻 还需要一个跑得快的角色 我们去收集出集 小伙伴们要是不知道自己插哪几本书 可以打开派蒙 然后点击图件 来找到这个书籍 里面就有我们已经收集在背包里面的书了 所以我在这里列出了我们 就是收集书籍的实践 小伙伴们可以自己看一下插哪几本 然后拖进度条跳转一下 然后我们装闭书籍 我们现在在蒙德城的门头 就是地图的 这一路位置 小伙伴们到这一路位置之后 畅向左手边 我们的东北方向 晃出风阻 然后按E技能 来吹上一朵普中音 所以获得我们的第一的成就 好 之后我们再把四条撞到背后我们进城 沿着一条路一直走 走到第二个台阶处 就是这样我们唱下左手边 我们来收集这本侵权执行爱 好 拿上这本书之后来我们打抬地图 来到蒙德城上方这个提笔点 到提笔点后我们直接朝前飞 我们去骑士团里面 然后贴着这个城堡 来降到舵 我们进入骑士团内部 然后唱下我们的左手边 我们去琴的放中式 在这我们能拿到这个清权执行商 好 然后我们把视线装到背后 我们先出去 去对面 对面电脑门 我们开门 来 唱下我们的右手边 在这我们能拿到这本 瑕特E142 好 然后我们把视线装到背后 从这我们来跳下去 之后再把视线转到背后 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唱向左手边 我们来这 这里拿到瑕特E14 好 拿到这本书之后 我们来打抬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清权镇上方这个提笔点 到切笔点之后 我们静止抄前走 经过这个草垛之后 我们向上爬 在前面的木桶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拿到清权执行衣 好 拿到这本书之后 我们再拿打抬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北风之狼 下方这个棋皮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转到背后 从这我们去晨曦酒庄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下面有三本书在如老爷的家里 来 我们进取 进取之后 进取之后 我们来贴着左手边 来这个墙边 我们能拿到瑕特E141 之后把视线撞到背后 在这个书架上 我们可以拿到最刻E4 3 好 然后再来贴了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能拿到清权执行4 拿到这三本书之后 来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师门上方 这个提笔点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西方向 从这堕来 在前面面对唐琴说爱的几率 这可以拿到神骁折几路第二卷 好 拿到这本书之后 来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青色庄 右边这个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朝背后抓 弄个力量 走进来 在这个屏风的下面 我们拿到这个竹林月夜1 好 拿到这本书之后 我们来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望出车站 这个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也是朝背后撞 我们走进车站 跳过来 朝前飞 在这儿我们能拿到这个竹林月夜4 好 拿到这本书之后 我们再打开地图 一次我们来到 黎月长左下方这个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视线朝背后撞 从这儿我们走上来 然后再沿着这个楼梯 从左手边走上来 我们来到这个 季方面前来买书 那这儿我们能买到 竹林月夜2 火桑 还有神霄者记录的第一卷 第四卷和第五卷 好的 买完之后 我们来装闭书籍 我们就又能拿到两个成就 好的 买完书之后 来按我们把视线撞到 我们的东南方向 从这儿飞过来 下一本书籍的话 那我们要取听书 找那个说书的流书 来我们从这上去 最后来沿着这个楼梯 我们要听到那个 他说囊十字床的北斗队长 来按我们选借的听听评书 继继续挺 又是这个 我们在点击借的就能拿到神霄者记录的第三卷 剩下的这一卷 剩下的这一卷在这个 行秋的传说任务里面 就是这个 我们得把行秋的传说任务做了 就会获得神霄者记录第六卷 好 然后我们装毙派蒙 之后我们来再打抬地主 这次我们来到随便一个奇天神像组 都行 到了奇天神像之后 我们晃出风阻 来找 这个神像动名 我们来获得岩元素之力 就能拿到这个视频的最后一个成就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